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3月19號的台式新聞世界報導 我是林佳琪 新聞開始將您關心國際間的最新消息 法國南部最近槍擊案頻傳 在19號 屠魯斯的一所猶太學校外面 有一名機車騎士開槍掃射 造成四個人不幸喪生 而其中有三名還是小孩子 法國南部過去一週有好幾起槍擊案件發生 上週也是在屠魯斯這個地方 有個軍人遭到機車騎士 槍殺身亡 而屠魯斯北方的蒙托班這個地方 15號則是有三名軍人在購物中心遭到歹徒開槍射擊 其中有兩個人傷重不治 而法國警方正在清查這幾個案子的中間 到底有沒有關聯權力氣凶當中